对 起来 来了武汉 看见排队的早点摊 别问 先排着准没错 像有的时候我们家生意很忙的时候嘛 鱼湖汤粉是武汉过早的一个基础款 其实对于一些老武汉来说 它一直是记忆中经典的清晨陪伴 一碗粉配上黏糊糊的汤 这碗鱼湖汤粉可能没有看起来那么简单 鱼湖是吧 看这儿可能里面有鱼的成分 具体有没有鱼我不知道 他会说鱼鲜鱼湖汤粉怎么会 我没看到鱼啊 但是我问他 你有吃到鱼的鲜味了吗 就是有一个鱼的味道 这个故事用 故事用 故事用 是用我爸爸熬的 隐情启动 眼神坚定 受谈之后 李军鹏并没有回去休息 他要进行一份秘密计划 没错 鱼湖汤粉里真的有鱼 肯定是我们当地的野生小鲫鱼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本地的小鲫鱼刺多肉少 但鲜美异常 天生就适合拿来做鱼湖汤粉 简单地处理干净 只需要一把老姜 一勺老豆瓣 就能把鱼肉的鲜甜完美激发 就是料应该好 那个味道才好的料 剩下的就是时间的把戏 接下来 李军鹏要去召唤鲜鱼湖汤粉 离不开的伴侣 他是谁呢 黎明将至 面纱即将被解开 昨晚的鱼汤鱼温尚在 鱼骨散碎在汤中 鱼肉也几乎难逆踪气 只剩下鲜美的滋味 澎湃又热烈 最后一把胡椒 就把人带回了 那个湿湿咸咸 马头伶俐的时代了 前天晚上的神秘角色 在晨光中化作一条诱人的金黄 对喽 油条登场 我觉得我和那帮的人做东西 就很有自己的吃 基本上你能吃一碗 都能吃得到两米口来的 焦脆的油条内力蓬松 可以吸饱鲜美的汤汁 还能和细滑的米粉 形成粗暴又对立的口感 没有一根好油条 很难称得上是正宗的鲜鱼糊汤粉 我们是用老面做的那个油条 一定要手工和好 在发酵的时间 跟天气跟的温度都有关系 所以这个 这个是全平纪念 积极无名的街头小店里 藏着一个小小的梦想 刚开始的目的肯定是为了讨生活 是吧 讨生活的话 就学了这个护肠粉和油条 这个手艺 李军鹏学到了手艺 也在老家娶了妻 把妻子汪凤娇带到武汉前 李军鹏什么都没有说 我心里有 但是我没有说出来 承诺都没有 但是我们就共同努力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但是李军鹏把自己开的店 起名汪记 我觉得这样很好 他还是老板吧 钱贵大管 我爸爸做油条 我爸爸很忙 所以不能陪我 其实说到两个孩子 有时候老师还批评一下我们 做生意他们买了房买了车买了去 我相信我也买了去 后来的后来 李军鹏开始明白 他总要在并不浪漫的生活中 找到自己的舞台 只要还有甘愿为家人奋斗的力量 就不难成为抵抗平凡生活的英雄 平凡梦想孕育的种子生根发芽 开启新的篇章 提笔饶阳 小县城里发生的故事总是极具温柔 这是一场全村的盛大party 人们在草杂的婚宴痴席当中 都要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饶阳的困难 我咱们这不是这个 他过来他出名 暖和 就是这么证明就是和谐 饶阳这个豆腐人就这么神奇 饶阳人心里门清 吃一碗大锅熬出来的豆腐脑 不光宾客们喜上眉梢 新婚燕儿也能从此白头到了牢 豆腐脑功高盖主 全场最耀眼的主角 不再是主家亲朋 这汤特别咸 而是这口热气腾腾的大功 人们都愿意讨一碗好彩头 家人没来全的 还得烧上一碗枣 李叔和李婶 42年的夫妻搭档 饶阳婚庆必请的豆腐脑眷侣 四十二娘了 四十二娘了 又那样吧 胜累 瘦半天累 我现在又吃又喝了 你们见婚叔吃豆腐脑了没 吃了 吃了滚小 我祝他痛快 我祝他幸福 祝他幸福 一辈子都在石客挑梯的口味下摸爬滚打 这对老江湖时刻准备着 这对老江湖时刻准备着 进进来 还不进进来 走吧走吧 进进来 走吧走吧 自己的东西好 别混了人 正老婆今天了 来 走 不要动手 忙完一场关于豆腐脑的快闪 离婶就该回归黎明的日常 老将出马 一个顶俩 清晨的黎婶骑上小车 自有安排 车际尚可 人缘尚可 暂别村里的宴席 挑上最嫩的韭菜 主业是自己的正宗豆腐脑殿 把正宗写进招牌的 不是凡尔赛 就是真坦诚 和吃齐上的快节奏截然不同 摇摇最正宗的走路 回到店里 需要一口口扎沫 立足摇摇 辐射合摆 走向全国 当你不经意路过这条街 助力在政府旁边的 就是一板一眼的正宗豆腐脑殿 喝两碗豆腐脑 李婶和李叔的豆腐脑 好吃到可以就着喝二两 啥特色 酒了 喝了酒了 无论是穿金带银的低调大叔 还是把拼命三郎的flag 立到校服上的河北学生 或者是花样女孩 好好吃 一碗正宗饶洋豆腐脑 都能让你只顾埋头干饭 无暇其他 饭量OK的 两碗 我天天来 很有四味 一勺豆腐脑 一勺炸面皮 一勺韭菜碎 一勺卤汁 就是正宗二字的最佳标准 这是脑这个字 能营造的全部分围 大豆蛋白的分子重组 犹如孙侯被菩提老祖的典化 豆将被李叔从顽裂泼喉 驯化成疑人性颇高的小门徒 这就是仙人老李的咒术 让老两口被人记住的原因 不光有豆腐脑 还有薄薄面片经过油炸的香味 也可以看到 还加这个泡 算是这种小油条 外底什么的都没有 别的我哪不吃这个味 是这个韭菜这个丁 然后别的地方都是那个香菜什么的 老个儿吧就是瓢个韭菜 对 反正就喜欢吃这个 以及韭菜碎的特色搭配 油飘和韭菜没什么特殊 但的确让三十年前的小摊成为如今爆满的店面 一毛五的苦日子见证了小两口变成老两口 无论日子穷还是富 两个人都懂得 相持相守的秘诀在于彼此成全获得满足 一碗豆腐脑继续为小城的浪漫敲打出甜蜜的节拍 碗中豆腐脑的幸福乐曲弹至终章 另一边海岛之上的辣汤协奏曲马上奏响 水巷口 海口辣汤发源地 姚家祖屋 发源地中的CBD 姚少平每天上完香 姚家的一天才算开始 三十年前 姚鸡辣汤从这里走来 香火飘散的街巷记录了一座码头的荣光 即便码头的砖再烫手 一碗辣汤也能让你记起生活的甜 面前的大碗就是一众猪内脏一展身手的舞台 没错 说的就是这碗猪杂汤 当地人所谓的辣汤 不喜欢的人味道停在眉头 就有一点点臭 喜欢的人味道走进心头 女儿姚红三年前从珠海返回海口 试图接管家族小店 我妹妹也要上大学了 然后家里面就剩我爸妈 总感觉不放心 毕竟这是家族生意嘛 但辣汤的制作难度超出她的想象 猪肚 猪蛇 猪心 猪粉肠 猪大肠 刚开始的话什么都不懂 从头摸起来觉得好辛苦 没有摸过那种东西 觉得特别的脏 特别的累 受不了那些 让摇红难以入门的原因 是猪杂固有的特质 因为那张某东西 你做的不干净 它就会有异味嘛 正因如此 猪杂的处理过程是繁复的 异味洗净 之后仅简单调味的猪杂汤 我行我素绝不改变 保留着原始的生人物尽的更新 被众多阿姨促拥的摇红是幸运的 前厅阿姨 洗杂阿姨 倒汤阿姨 切配阿姨 煮杂阿姨 煎蛋阿姨 配菜阿姨 每道工序都对应一位女神 小店的运转离不开阿姨们的付出 一众女性力量的支撑 让摇红的压力小了很多 直到一年前 姚绍萍才放心地将传承三十多年的辣汤配方 传授给女儿 大量的胡椒和盐、糖就是辣汤的全部秘密 细心调教下 不同的比例呈现完全不同的效果 除了阿姨和父亲 在背后默默支持姚红的 还有她 我真的挺感谢我老公的 很多东西的话都是她去支持我 我们做生意 这个方面的话 她真的比我积极太多 有段时间她生病 我自己做 我才知道原来 早上要做那么多的工作 丈夫的鼎力支持 家人在侧的踏实 一碗辣汤 才有如此枝水丰盈的口感 看似平淡的汤底 简单却更加回味悠长 时光如水淡淡流淌 所谓生活百味藏匿于平淡 姚家祖屋今天迎来了归来的儿孙 姚红照丽张了大家熟悉的辣汤饭 这是这个家族属于清晨味道的共同记忆 在四海闯荡 几度轮回之后 终于发现 家人闲坐 灯火可亲 团聚 团圆 才是最圆满的人生底色 将城有梦 李大哥要在早餐桌这方大舞台上 努力完成每一次精彩亮相 继续为武汉老城的清晨增光天色 小镇抗力 所有结合在朝阳下的圆满 李家夫妇继续用豆腐脑 送去真挚的祝福 海岛印记 姚洪始终守护着 能让海口人心满意足的 马头老魏岛 生活的满足感 总是来自一些暖心碎片 例如街角里熟悉的摇曳身影 再加上舌尖相熟下的一份稳妥 寻找美好 感受温柔 变得快乐 这些看似简单的晨光中的细碎 总让人满足 无限接近 幸福的喜乐 祝福的喜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